李主委 我只是先称呼 不要太紧张 各位首长 各位原图人大家好 我先请中原院的梁主任 好 梁主任 主任好 其实中原院生医所 陈原从 这个所长 那个记长 司机生计公司 这个案子在报纸说 检察官搜索 侦查的时候 我 内心深处我感觉很不舍 非常不舍 但是我看过 他起诉书 看过3月18号 不起诉以后 我有感觉好像也不妥事 这种现象是什么 就是我们认为 他这个行为 如果我愿意一般 不要说愿法律的标准 因为一般残情 来衡量的话 都是不适当的 跟为不为华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看到3月18号 就是说 不起诉后 那个我们 翁启会 院长 那个特别表示 不起诉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相关人都是为了国家 生计发展 透过此案 大家都学到很多 中原院将定出更明确的利益回避规范 其实 院长里面讲的说 相关人员都为了国家 忠实都为了国家 可能还有图利 或者要回避的这个思想 那院长有特别说 要定出更明确的利益回避的规范 中原院准备 5年还是10年定出来 像委员报告 我们已经把那个草案已经弄出来了 OK 那现在甚至要经过委员的审核中 所以我们期待 那表示说 你可以在3个月5个月之内 而不是3年5年之内 应该是没问题 是 我期待的是 那个越快越好 既然我们这学者专家 有这么多对于法律相关规定 是疏于谎范 甚至于不够深入了解 让他们说被侦查 我都感觉很不忍心 不要说是好起诉或者判刑 我认为对学者这个部分 是极大的伤害 对我们学术领域的 这个来衡量的话 也是非常不妥当 所以说只有相关的单位 包括你们各个单位之间 能够确实的规范好 才能避免学者专家 误导法律 受侦查 甚至于受判刑 好 我是希望说 你能尽快 最少半年之内 一定要完成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 好 谢谢 那另外我向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 虽然刚才那个李主委 有谈到说 我们不能请研究人员 揭露 因为没有笔法无据 但是我们现在和厂商 签A的时候 都要求厂商一定要主动揭露 和研究人员的关系 谢谢 好 谢谢 然后另外就是 我也想请一下 蔡春宏主任委员 跟李洛权主任委员 来 请两位主委 好 我就不重複 刚才对那个中研院 梁主任的那个话 那个话 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去检视一下 你们所做的技术转移 有没有陈元崇 这个所长这样子状况 你这么多技术的这个案子 有没有 就是说 去检视一下 类似像陈元崇 所长这样子 这个技术 事迹 生计公司的这样案子 有没有做检视 从事情发生以后 从陈所长被侦查以后 你们好 我先好 李主委 有没有 我现在就说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 做这样动作 有没有查出 或者那个 这个导 导其事了 就是说 你有没有 有没有知所警惕啊 因见不远啊 就是说 你这两位 有 有转科技 有技转的 这个部会 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重新做检讨 有 或者检视 对 好 你刚才讲的这个 有 我是感觉你不够 那个 那个委员讲 事实上我们今天 国会报告的重点 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以后 我们在 技转 制度 相关的立法计划 所以我们刚刚 我们提了四点 一个就是 修改科技基本法 你现在不要 我这样子 你不要讲说 你要做什么 对 我说我现在只 确定的一点说 你在 这个成员 从所长 被侦查后 你有没有 让你感觉说 我可能还有 未足的这部分 有 就是有没有 检视过 你所有的 这个技转 比如不要讲 十年或者 三年五年之内 或者一年 去年 或者前年 你有没有 你的技转案子 有没有 类似 陈所长这样子 对 自我检视一下 总应该吧 对 有 有 我们这样科技 采购法 的适用范围 我们就 好 我现在这样 你说有 那有没有查到 说类似的这样子案子 有没有查到 好 摇头不行啊 摇头没有记录啊 没有你就说没有 有就说有 我们没有查到 生计产业 这种就比较 没有查到 还是没有 好 没有 我这样子就具体的 你回去 我现在再给你机会 快回去再查 万一有的时候 你就要负责啊 那我也同样的 请我们蔡主委 你有没有做这样子 查查核 是 报告委员 呃 我们大概会跟这个有关的 大概就是有核能研究所了 对 圆灵会的部分 对 没有这种 有没有做 你有没有 那这样子 你有没有跟核能研究所 要求他查 一定没有吧 我没有要求 但是核能研究所已经有做了 我没有要求 那有没有查出类似的案子 没有 好没有 好 是 这样子 我也再给你机会 就是你回去再去做 核能研究所自动已经做了 你不要说 你现在说没有 未来报纸又披露 我NH我操终查不出你 这个 又披露的时候 我就要追究政治责任啊 好的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就是 我好 请那个 请李主 我先问那个李主任委员 未来我们国科会就改成科技部啊 原人会并并并并路 但是我在我的这个想法当中 我们国科会有北新竹科学园区啊 就北中南三个园区 其实我一直很很纳闷的说 科学园区为什么要在国科会呢 那以后的科学园区是不是 还是在科技部 是 现在的组织法 送到立法院的版本 还是到科技部 我说你科技部去经营一个科学园区 说不通啊 科学园区 就跟工业园区一样 应该是在经济部才对 我帮我这个想法 你也不必做解释 我就 我个人有这样子质疑啦 就留给你们去做思考 我认为早期也许你就好好推动科技 然后成立科学园区 实际上科学园区现在已经不是科学 而是经济产值 所以要朝着这样子去为国家制度去做规划 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就执行 执行到这里提供你做参考 那另外我就再请一下我们那个蔡主委 蔡春宏蔡主任委 蔡主委再请 三月十六号我在魏黄 没有我在那个教育 然后执询我们副主委 黄庆东黄副主委 你在魏黄是吧 我在那个国防外交集国防 那个执询安全局蔡德胜局长 蔡局长 我在执询是什么 三月十六号我特别讲这个三月十六号 我执询的是说 核灾危险不是来自日本 核灾危险来自大陆 三月十七号总统在 马总统在总统湖核安会议中 也说台湾距离大陆的 这个沿海的这个核电厂啊 大概都在两百公里 那我们呢 马祖啊 大概在五十到一百公里 两座 我即使副主委还不晓得 大陆那个沿海有几座 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完工 蔡德胜局长也不晓得 我是很早 如果大家去看我的 我的那个执询里面 我是很早就提醒了 所以说十六号执询的时候 我说林德啊 这个核能发电厂 大概2012年就完工 胡青的这个发电厂 大概2013年就完工 所以说马祖以前 我们不感觉是有核安的问题啊 现在就是说 有大陆这个 2012年完成以后 我们面临了核安的威胁 可能比台湾现在核一核二 核三核四厂都还严重嘛 所以说第一个我要求说 设观测站嘛 第二个要进行核安演习吧 配合台湾有核安演习 我们有 另外核安的教育也要做 你不要以前以前都不光 都这些都不关马祖的事情 未来都关马祖的事情 所以说我特别 因为那天是黄沪主委啊 他他也说是要要要要 接受我这个意见嘛 做这些事情 那我特别再重复说 主委 你能看花 我能不能针对这三件事情 简单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在马祖要设监测站 其实我们去年就已经规划了 那已经去探勘了没有 已经探勘了 OK好 所以在这个事情还没开始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 那未来会在那边设 这个第二个事情是演习 演习的部分啊 我们目前规划的 所谓的核安演习 只有在电厂的周围 可是 可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跟教育部是规划了 要对学校的部分要做 所以马祖这个部分应该也会做 那第三个事情是 核安教育 教育 教育的部分 教育的部分也是一样 配合这个教育部 是马上就会把教材啊 什么等等这个部分放进去 是 我们 一般的就是说对演习 或者甚至于这个宣导 那个教育宣导 大家都感觉很麻烦 但是日本这次核灾 变化之后 让我们全世界都认为说 演习教育这个部分是必要的 我一直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一直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期待说 未来这个部分啊 不当是监视障要设 还要考虑说 那个这个各项的演习啊 那个让民众 固然增加民众一些麻烦 但是 我想跟我们报告 我的看法 但是除了说让 这个民众知道 万一怎么样的话怎么样 可是从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比如说 抢购这个点片啊 什么等等 这些都表示 我们民众这方面的知识 还是要增加了 所以我想这个 从各方面来讲 反正最简单的结论就是 核能教育也好 辐射教育也好 是要加强 我们绝对要配合来做 是 好 谢谢 谢谢